好 再见 欢迎上去课那种啊 上去课讲什么来着 上去课讲的是想象力 是吧 眼耳鼻舌身意吗 这个意啊 想象啊 想什么呢 实际是想一个画面 想到看到这些东西啊 这次讲什么呢 讲对比 这对比 什么东西对比 也是讲眼睛看到的一些一些东西 眼睛就是我们一个默认的配置 默认的这么一个输入设备 他无时无刻 只要你睁开眼 他就在接触色彩 哎 这种接触如影随形 啊 使得我们都忘记了眼睛本身的存在了 哎 你说我用这个设备能忘记这个设备存在吗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看 我看过我在 或者我思过我在 其实不管看的思的都是从眼睛来的 都是从视觉来的啊 我们只是用眼睛来感知世界 那眼睛想要什么呢 眼睛最想要的是看得清楚啊 看得清楚 分明啊 这11 22 比如说这个 哎 这四个大字 大道质简 哪个字最清楚呢 道字 为什么呢 哎 很明确 是吧 很明确 我包括我们在在路上 就是过马路 为什么能够分辨啊 这个是车啊 这是红灯 这是过马路的 这个速度是什么 这是一体的哎 把这个 这是一个人 骑着自行车一体的往那边走 为什么能看出来 其实是因为太阳光照在他身上 或者灯光照在他身上 颜色有不同 然后他有一个移动的东西 哎 那我们就希望能看得清楚 说 脚底有一台肩没看见 叭唧摔着了 那那是什么 因为没看清楚 哎 他提示小心地滑 这样了 没没看清楚 这是什么 啪 滑一根头 这 这不就等于没看清楚吗 眼睛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呀 就是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你说乌鲁乌涂一片 把眼睛里在乌鲁乌涂一片 这个就看不清楚 他喜欢什么呢 喜欢黑白分明 黑是黑白是白 那我们眼睛想看什么呢 我们想看的是这个非常清清楚楚的 哎 一看那块是什么字 看见了 这站叫什么站 下站叫什么站 看见了 看清楚了 是吧 那遥远的 那是谁 哎 打个招呼是谁 那你你得看得清楚 是吧 人都是希望看得清楚的 说这是什么地儿 说下一站什么站 那是谁 看得清楚 但是大脑其实也有这个倾向 希望这个思考的就能清楚 那怎么才能清楚呢 比如说黑的底儿 白的字 是吧 蓝的扁 金的字 反差对比吗 什么叫对比呢 那我们看这字怎么写 什么叫对 这是一手 就是寸呢 这边是一武器 拿手拿这个武器就是对 哎 那么这是怎么就对上了呢 有点这个决战紫金之巅的感觉 两支军队 壁垒森严啊 你是你 我是我是对战的双方 哎 都拿着武器呢 是吧 哎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是吧 这个这个 你对得过我吗 啊 来汽车 互相怼 怼上了 是吧 其实就是 就是对面 面对面吗 对面的是谁呢 就是面对的人 面对的就是对面的人啊 对 那那那那假如说这方很强大 那对方怎么办 对方就对不起哎 我从各方面都差一些 我对不起你啊 那那就就就就这么个意思 他就像那个阴阳的两方一样啊 你他是他是对立起来的 这 如果说两方实力是对对等的 对得上的 不是那种对不起的情况 那怎么样 那就对了 就对上了 就是可以可以这样开打了 是吧 针尖对卖忙嘛 哎 就找着这种对的感觉 不但要对起来 而且他要这种强化 而且他要这种强化 而且他要这种强化这种对的感觉啊 你是你 我是我的感觉 对面站着一个人 谁呢 那是对手啊 对手啊 那希望能对得住啊 希望能对得住啊 希望能对得住 这个照片 这个 这个这个是对视 对视啊 黑白分明的啊 静位分明的啊 这个就光是白也没没意思 光是黑也没意思哎 就反差 这边的状态 这边的状态跟这边的状态是不同的 这种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会产生印象 就对起来了 哎 这个其实就有点对对对对不住的感觉 但是气势很强啊 气势很强 当然不但要对 而且怎么样 而且要比啊 到底谁厉害 比比吧 这就是对比 比字怎么写呢 这边一个人 这边一个人 哎 两个人比 怎么叫比 肩并肩 是吧 比比高哎 两个人背对背 是吧 比比高哎 那就是比起了 比了 当然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是肩并肩往前走啊 比吗 就是比肩 我跟你比肩啊 我们是比林而居的啊 比义齐飞啊 就是比就是一样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哎 所以他一样的东西就可以就可以比喻 说这个东西就好比那个东西 那比如说有什么比喻呢 比如说地球 地球就好比我们的母亲一样 是吧 就是比喻 比嘛 有这种关联性 有相似性 在某些方面哎 是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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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的 那一个一个有一个 好几个挨在一起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排比了 是吧 排着比 比成一个牌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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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不但要对 而且呢 要对比 对比 这是比肩的啊 比翼兽 比翼兽啊 就像俩人似的 一起走 一起走啊 那那比出的结果怎么样呢 两边势势势力敌 对上了 对得住 对得上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立得住 全都 你不 你不能压倒我 我也不能压倒你 彼此都能立得住 那就是对立啊 对立 这是一个人站住了 他不是说 那边把那打派了 哎 但是他这个打的过程也是 你说黑颜色白颜色有没有打呀 某种程度上 他那里面是有一些这种斗争的成分啊 就是不是东方压倒西方 就是西方压倒东方 比如说这是什么哎 两支巨猿在打啊 两支巨猿在打 他们打的时候就是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个词 叫这个怒怕冲冠呢 就是就是就是因为他们如果说 我觉得我也很大 我觉得我也很大 彼此都觉得很大的话 他们就打不起来 都是靠那个头发 你看那个这个他这个一个群落里面总有一个就是头发 就是显示出他是老大这么一个状态的 他为了显示他自己是老大 他这个头发都要直立起来啊 这个叫什么怒发冲冠嘛 是吧 这个不是很柔顺的 根根直立 显得头发长 头发长脑子就 大脑袋大就更厉害哎 这个这个就是就就就就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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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是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能够立得住啊 原来是这个东就是你哥哥硬钢背吧 不是这面朝上 就是那面朝上 你要真让他们平衡起来 让他立住了哎 就是一种新的东西 就是创立的东西 就是一种立起来了 那想立的双方呢 一定是平衡的是吧 一定是得得对对得住的双方啊 不是东方压倒西方 是吧 就是西方压倒东方 不是这一对上了 就是那一对上了啊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是吧 这种这种这种就是产生了一种对比的强烈对比的强烈这是什么呢 这是这是这是黑白分明啊 只有黑眼珠特别黑 才会显出白眼珠特别白 而只有白眼珠特别白呢 才会显出黑眼珠特别黑啊 光呢 是为了影的存在 影呢 又是为了光的存在 是吧 你说这这个人怎么体验的幸福呢 实际是通过别人的不幸来体验的幸福了哎 包括这个各种感受 怎么体验的善良呢 是因为周围人不是不善良 你要全都善良还有没有所谓的善良呢 这个这个也就不存在了 都是 用黑颜色体现白 用白颜色体现黑 很多事情 当然除了黑白之外 各种各样的事情 黑白只是一个一个比方而已 也是个比吗 一个比喻 除此之外 比如说颜色的冷暖啊 冷暖 热啊 冷啊 是吧 这个比如说相对的面积的大小 色块是不是有面积 色块面积的大小 横道的粗细 横线的长短 哎 相相对物体的远近 这个物体的疏密 动静 虚实 方圆 减繁 轻重 这个松和紧 或者是这个东西有序 那个东西无序 都是在相对当中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的世界也是 你说这个人 他怎么体现他非常男人的一面呢 是通过这个他总是相对于女人才有所谓的男人 对不对 如果没有所谓的女人 也就没有所谓的男人 是吧 怎么体现这个 这个上下之类的 或者跪 跪和剑之类的 总是相对的 总是相对的 在相对当中产生一些比较啊 最根本的比较 做以为颜色来说就是黑白 黑是全吸收 白是全反射啊 我们的传统绘画就是黑白 所谓黑白呢 就是阴阳 黑颜色就是阴的一面 白颜色呢 是阳的一面 阳就是热 就是太阳嘛 太阳就热 是阳面的 晒着的 主动的 明亮的 热烈的 刚猛的 刚强的 阴就是不是 阴就是 就是太背阴的那一面 就是月亮似的 就是被动的 他不主动 是隐晦的 是冷的 是柔和的 阴和阳是两面 我们说黑白是对比 但是这个真正的黑白 其实也是可以融合的 也是可以调和的 哎 他既是分开 又是融合 他会形成一个整体啊 你把一个热水割在屋里 其实也就有相应的 这个水变凉了 你把一个凉水割在暖气上 冷水就变热 是吧 日月更替 寒来蜀网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这个阴和阳总是不断的转化过程中的 正负为基 善负为妖 就是这个阴和阳之间是相无极 亦有太极 始生两仪嘛 两仪就是黑和白 就是阴和阳 知道有差别 能够看到黑是黑白 是白 黑白分明的这种能力 是智力能够判断 是吧 这个 这个 哎 知道这是这样的规律 但是能够忘掉相应的规律 泯灭黑白 混淆是非 回到最初的混沌 靠的是汇根 我们这次讲的是对比 对立 黑白分明不同 下一次再让黑白混合起来 讲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说